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今天我继续做九大主攻的选招问题 今天咱们做一下袁绍吧 袁大嘴的忠诚和反对的选将 这个袁绍主攻啊 我先说一下 你忠诚尘尽量去选群雄势力 因为袁绍主攻技血一是锁定级 你只要忠诚选了 主攻就是这个手牌上线肯定会加二 反对啊 你尽量不要去选群势力的 但是就有一些群势力还是可以选 一会我过程中会讲到 有一些群势力反对是可以选的 但是有一些群势力反对是绝对不要去选的 就是总体有这么一个原则啊 就是 其实就是对于忠诚和反对来说 那个都尽量选四选 或者是就是比较能扛的 比较能扛打的 能扛出射的 无论是你忠诚还是反对吧 你千万 反贼的话 尤其是反贼 你反贼的话 千万不要选一些三血脆皮 你选三血脆皮就纯坑爹呢 然后你忠诚的话 尽量选一些四血 然后能够主攻有配合的 那是群势力的 就是基本上这几个原则吧 咱们可以简单说一下吧 这个对 然后我说完这个选将以后 还会有几盘精彩的录像带给大家 大家也不要 就是不要 不会让大家失望 然后这个刘备啊 刘备在元少局 做忠诚肯定是 做忠诚肯定相当给力的 做反贼的话怎么说呢 也行吧 不能说不行 但是我感觉略微不太好 做忠诚绝对是相当给力 尤其是做后之位的忠诚 做前之位的忠诚略微不太好 因为你给出牌以后 有可能就会遭到破坏 有鲁醋张合或者这种 就会遭到破坏 然后关羽的话 你这 咋说呢 忠诚和反贼都不大好吧 也没跟忠诚 你跟主攻也没配合 反贼的话 你这也 也没什么防御计 对吧 也说呢 怎么怎么也不太好啊 可能对 可能就是之前 我说刘备和孙权局的时候 有一些神将是可以无脑选的 但是我以后 比如说曹丕啊 或者说的袁绍 就是有一有一些神将 你就是不能选的 无论忠诚反贼 就选了都不大合适的 一会儿非会说到 还有你像关羽的话 就是我刚才之前说的那样 其实都不大好啊 当然你要没得选的话 进主位选一个反贼 也还可以啊 张飞的话 你这袁绍局就是 怎么说呢 忠诚可以选 为什么 为什么忠诚可以选 因为 你如果就是 呃 比如说你张飞上来刷手牌 你手手里有好多张杀 然后主攻给你射 把反贼都射残了 然后你这个一轮爆发 就是可以 可以收反贼人头 这个非常好 就是 忠诚的话 一是可以选择跟袁绍配合的 另外就是 选一些DPS有输出的 就主攻射完以后 你一刻这个输出 DPS就能紧跟上去 能让反贼减少人人头 然后建立人数上的优势 这么一个一个概念 张飞做中选还可以的 当然你不要二号位去选 你二号位选 吓人的嘛 反贼的话我不建议选 反贼没什么用 诸葛亮啊 诸葛亮在袁绍局 诸葛亮虽然是一个百大型武将 但是在袁绍局我不推荐选 无论忠诚反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空城记啊 在袁绍面前就是浮云啊 大家都懂 就是一个浮云 无论你做忠诚反贼 你这个一个三血脆皮 你是根本扛不住这个设的 所以说诸葛亮啊 就是在袁绍局很特殊 我个人觉得他忠诚反贼 都不建议去选 这个袁绍局啊 他一般就是快节奏 节奏非常快啊 赵云的话 这个蜀赵云啊 蜀赵云 我说一下 就是中反都可以啊 勉强都还可以 群赵云的话 你选出来就是明反 为什么呢 你本身就是三血脆皮 就是主攻射 你如果是忠诚的话 你骚不骚如 你不骚一会儿 你也被射死 你就是一个反贼脸 所以说呢 就只要你 袁绍局这群赵云一出来 就是反贼 是中神 就是跳二 马超 哎 反正四血吧 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我那句话 袁绍局 你要反贼实在是 没什么特别好的选项 就是尽量还是选四血的 扛射一点 就这么简单 马超中反 都还勉强可以吧 算勉强可以 黄月鹰一样啊 和助量一样 这个 这个中反 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你这三血脆皮 根本就扛不住射 你要是 比如经常我看到 袁绍局 有人八位反贼 选个月鹰 你这不是就是 送三张牌吗 这不搞笑的吗 这个我中反 都不建议选 孙权的话 孙权还是一个万能型武将 然后还是四血 这个在 在袁绍局 还是中反 都还可以选 比较不错 当然做中神更好一点 甘宁的话 这个甘宁怎么说呢 做中神不好 做中神没什么太大用处 袁绍你说他一顿射 本来就就给这个射的 都是没啥 然后你去拆 拆出来的 无非也都是个杀伙人 这是紧囊牌 没什么意义 对吧 这中神不大好 做反贼的话 你要是二三位 选一个甘宁还是可以的 如果主攻上来 不怎么好设 你压制一下主攻手牌 还是可以的 吕蒙 这我也不想多说了 尽量不要选了 黄盖 黄盖局 黄盖的袁绍局 基本没什么作为 你还没等你苦肉呢 就就已经给你 设的苦肉了 周宇 也三越岁 别人和月鹰一样 尽量袁绍局 不要去选 大乔 哎 大乔 怎么说呢 我也是 那个袁绍局 不建议选 因为他这个流离的技能 对袁绍 这个乱击 是没有 没有作用的 对吧 陆迅 还是建议 不要选 曹涛局 曹涛 曹涛在袁绍主攻 这个 这个曹涛之前 我说是很弱 不能选 但在袁绍局 他是绝对可以选的 无论你中反 都可以选 你是中谁 你可以和主攻 很好配合 你是反对 可以很好的限制 主攻的乱击 对吧 主攻有好牌 他是不敢乱射的 其实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武将有强弱 但是 你在不同的情况下 选出来 他弱将也是能发挥作用 比如说 就比如说拿曹涛和鲁素比 你在袁绍局 鲁素就明显不如曹涛好使 无论中反 你鲁素 你选出来 你三选脆皮 对吧 你当上面也不好 就是不如曹涛好 所以说 不是要选最强的武将 不是要选你最喜欢玩的武将 如果你想赢的话 一定要选最合适的武将 最合适的武将 才是取胜的王道 包括司马懿 夏侯敦 这三个武将 之前我都说过 在刘备 孙天局 他们是非常弱的 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 在袁绍局 都是有作用的 曹涛 人家说就是 做中做反都可以 司马懿夏侯敦 就是明反 做忠臣就是坑爹来的 但是做反贼 非常犀利 我袁绍局用 我平常不用司马懿 但是袁绍局 有司马懿我必选 我而且经常赢 就是司马懿夏侯敦 就是克你袁绍来的 就是奔你主攻来的 就是明反贼脸 其他队友也要明白 你看到司马懿和夏侯敦 你就直接标反 你不用想 他怎么可能是忠臣呢 他是忠臣 他不是跳二的吗 对吧 这种五样 你看在袁绍局 就是有很不错的发挥的 张辽吧 四血 反正中反都还可以 这就是你看 其他主攻的 他的一些特殊性 和刘备孙权主攻 他特殊性 这袁绍和他们是不一样 反正这种四血的 我也不讲了 就是DPS的话 做忠臣还是可以的 那魏延那种白玩 你就这样 魏延黄忠这种 这袁绍局 尽量还是不要去选 也没什么用 夏侯延安做忠臣 也是很不错的 就配合主攻 这个延续的DPS 就收反贼人头 对吧 反贼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 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的话 就比如有 司马依线 夏侯延这种 能对主攻造成伤害的 你实在没得选的话 就选一个四血的 能抗打 千万不要选 三血碎皮 曹仁也是 没什么好选的 就选个曹仁吧 如果一个好选的 也不选 不要选的 小乔的话 袁绍局 做忠臣 肯定是特别犀利 做反贼的话 也可以 这个和别的三血不一样 因为他有天香这个技能 你是可以配合 就是反贼队友的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 谈忠臣 对吧 他做反贼 也是可以的 做忠臣肯定是特别犀利 和主攻有很强的配合 有忠臣的话 果断选起 周泰你看 周泰本来也是个弱将 但是在袁绍局 你就反贼就是果断可以选 就不怕射 我就是不怕射 对吧 这果断可以选的 忠臣的话 忠臣的话 我就不见 也不能说不见 也可以选 就是 但是你个人能力太差 没法配合 主攻收人头 这个张角你看 袁绍局也是可中可反的 做忠臣 做忠臣肯定要比做反贼给力 做反贼略微不太好 做反贼你除非手机卡 能刷出好多闪 做反贼稍微不太好 而且还是个群势力 做反贼 但是做反贼也还是可以的 做忠臣当然绝对吸力 这个配合主攻 鱼吉你只要选出来就是明中 首先鱼吉是个群势力 然后他还是个三血碎皮 然后他还能蛊惑给主攻送牌 你就蛊惑假 大家都质疑 但是 但是袁绍拿到牌 是可以立刻用的 无论什么牌 他都可以用 对吧 你其他人蛊惑 你其他人就是随便摸一张牌 你未必是傻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是袁绍局 你如果选出鱼吉来就是明中 就是明中 你不是中 就是挑二 就这么简单 点位啊 点位做忠臣可以 做反贼就不好了 没啥用 群域啊 群域那肯定神级忠臣啊 就袁绍局 做反贼的话 我不太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袁绍他一射啊 这个 其他人手牌都是满的 你根本就没有不排空间 你不给主攻 就是主攻就直接射死 对吧 就做忠臣 那绝对是特别犀利 那个忠臣就瞄选 就不用想了 做反贼不大好 好 庞统 庞统做反贼 做忠臣都很好啊 做反贼不怕射六血 对吧 最起码六血 然后再加上有点闪什么的 最起码扛个七八下 没什么问题 然后做忠臣也能 配合主攻很好的输出 如果龙 如果龙也是 如果龙在 袁绍局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秒选啊 中反都是非常犀利啊 做反 你有八卦 然后你还能 靠你的无懈可击 就是防止队友 被收 对吧 太史词 做忠臣 可能特别好啊 这个紧接着 就是跟着主攻 截斗走 DPS 秒人头 对吧 做反贼的话 还是那句话 四血 反而勉强可以 龙德也就是四血五将 就没啥特殊的 双头 双头基本选出来 也是明中 首先他也是个群势力 第二他也没有什么防御 也卡不住射 然后他是个DPS 你看两个DPS在一起 这个估计收集 个把人头 还是很容易的吧 这个双雄基本选出来 就是明中了 哎 虚晃 说四血五将 四血五将 反正就是四血五将 没有配合的 然后也不是DPS 就都归为最普通那一类 就是你实在没得选了 可以去选 就还是那句话 忠臣你首选 跟主攻有配合的 然后 然后再选就是DPS 然后反贼呢 就是你如果没有那种 特别克制主攻的 就是选四血的 就是这么一个大原则 曹丕的话 曹丕对袁少 是非常克制的 但是曹丕跟袁少 也很有很有配合 就是曹丕 曹丕在袁少局做忠臣 肯定是最好最好的 他和袁少一配合 这就是秒传场节奏 做反贼的话 你还可以 但是 但是不是很给力啊 做反贼 做反贼因为你翻队友的话 你未必能翻出 翻出桃或者酒 或者闪了 所以说做反贼的 不是很给力 做反贼 就是只能说勉强可以 做忠神呢 绝对是特别给力 有就秒选啊 孙坚 孙坚四血 这个做忠 做反都可以啊 这个 何主攻也有配合 然后还是个四血 比较抗打 董卓 做忠 做反也是可以的 做忠呢 肯定特别好 我也不怕射 然后自己还是DPS 还是群 这个群 所有条件都满足啊 这个做反也是很不错啊 我就是不怕射啊 这种四血 都是普通四血武将 就都归为一类了 这甲许就比较特殊啊 他虽然是个群 但是你做忠 做反都是可以选的 没有任何问题 做反能防一半的万剑 然后那个做忠 也是能配合主攻 然后完成这个完杀 你看鲁肃就是个神将 在其他局 但是在袁绍局 我是非常不建议选 无论你中反都不建议选 你做忠 你很可能就成为主攻的累赘 你做反就是三张牌 这个鲁肃就是 神将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就不建议去选了 曹植的话 这个中反都可以啊 他毕竟有翻卖这个 如果手里有个九 有个桃 还是能翻来覆去的 几回事 几下的 高顺啊 就是DPS和泰尔兹一样 这把证选出来就是明反 你还选出中 我就是 我就是 你要中选出来 我就只能说 别人就来骂你了 就是选出来就是反贼嘛 对吧 就不用多解释 这马素也是 选出来就是反贼 就坑 坑袁绍的呗 你这都是坑袁绍的 就是选出来反贼 像什么群赵云 司马仪夏侯敦 这种 这个吴国泰啊 怎么说呢 吴国泰 吴国泰反正怎么说 中反能只能说 特别特别勉强刻意 因为他毕竟有个不义的地方 就是还是能多活几轮少爷 但是还是不太好 三选 徐胜就是普通 这个 这个徐叔啊 徐叔 袁绍局就是神将 就最最神的 无论中反都是神将 就绝对的是反贼 你也秒选 忠诚你也秒选 不用解释 绝对神将 忠诚你和主公 有很好的配合 还不怕射 反贼你也不怕射 于进 于进怎么说呢 这门把 把这做啥都还行吧 张春华这武将 不要选 人少局 对了 我就想 我今天还是想说一句 我就认为张春华 全国最最最最最 最SB的武将 只要用了 你智商就会下降 我就是要黑张春华 我 因为我最近被张春 遇到张春华 所有张春华 全是 无脑 无脑 无脑坑队友啊 这去有 有有 有顺就必须顺队友 有什么就 比陆逊还坑 不说他了 对 这个成功登陆了 这个成功在袁绍局 也是个神将啊 就由于 他这个支持 这个技能是不怕射的 这个在袁绍局 可中可法 这个 在袁绍局 也变成神将了 袁绍 袁绍神将不解释 这个袁绍绝对是可中可反 都可以去啊 这个 这袁绍太阴霸了 而且他还免费 获得血液的技能 这公孙赞 你不谈了 跟预计差不多吧 貂蝉 貂蝉就是 貂蝉就是 三血 三血碎皮 我之前 标准包 是不是少讲了 后面 我说怎么好像少讲了一些 对 刚才后面 后面这些都没讲 后面这些没翻译 从这讲了 许楚就是四学 就是归了四学普通的 国家 国家 平常也是个白玩 但袁绍局也是神将 可中可反 十万选都是神将 真机的话 咋说呢 勉强可以吧 毕竟他闪多 稍微多一点 但是也是勉强可以 还是三血吧 还是不太好防御 只能说勉强可以 华佗 华佗你 反的也不要选 你是个群势力 然后还是个三血 忠神绝对可以选 忠神可以奶 然后还可以 那个 就是 让主公上线加一 你像这几个群势力啊 只要选出来 基本就是明中了 你反贼不要去 你反贼放着那么多四血的 你去选这个三血的 还是群势力的 你非要给主公上线加二吗 我就不知道怎么想 就这种武将 你只要选出来 就是就是明中 你看 吕布和貂蟬还都是DPS 就这种武将选出来 基本都是明中 你反贼就真的 不要去选这些武将啊 群势力 香香三血脱皮 不要选 中反都不要选 非常不好 接着讲这套 这骚手照讲 讲过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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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貂蟬 也是群势力 也是明中啊 反贼不要去选 这曹仁 和之前的曹仁 差不多 意思一样 这独裁选出来 就是明反 那冲臣选出来 不搞笑呢 这明反 就让主公断肠的嘛 张和张和这个 张和倒还好 神将嘛 四血 然后做什么都可以 邓爱的话 邓爱的话 做忠臣肯定是特别好 做反对的话 勉强可以吧 毕竟还是四血 对吧 做忠臣略为好一点 能吞点钱 主公射不死 你直接觉醒 就能收人头 这是将为也归到 普通忠臣类 这不是普通四血 武将类型的 刘善就不要选 忠臣反贼都不要选 你首先忠臣 你放权袁绍 没什么用 摸两张牌呗 然后你反贼的话 你那个享乐 也不免疫乱机 对吧 没什么用 这个也是普通三血类型 不是普通四血 武将的之类的 这二张 二张我建议 还是不要选 这个也是三血脆皮 就袁绍局 你这个 尤其是反贼 你千万不要选三血脆皮 然后回合外 没有防御地的 这就是纯坑爹 送三张牌呢 送三张牌 然后就队友全被收 就你一个人 就是你反正一定要有这条心啊 你要 兄弟齐心 你一定要 你只要有一个人出现短板 立刻其他人 选将再好也都崩了 就一点用都没有 就大家选将一定要合适啊 左辞的话 袁绍局怎么说呢 尽量也不要选吧 毕竟是三血的 而且他卖血吧 他卖血是延迟的 你卖血当时 你受不到效益 你被射死了 你再躲武将也白扯 对吧 好 今天武将就讲这么多了 咱们看录像了 开始 开始看录像 希望我讲 袁绍主攻那个选将 对大家在袁绍局 没有所帮助啊 先看看这盘 今天 来两盘比较虎的 主攻刘备 看一下场上这些选将啊 场上这些选将 这两个不推荐选 我之前也讲过了 这两个没什么用 然后刘备寻遇 六狗组合的神级组合 然后这三个选将都可以选 这三个选将哪个选出来 都是绝对不坑爹 而且还是绝对超神级的 这三个选将随便选 没有任何问题 看一个人喜好了 看他选的什么 他选的双雄 这也没有问题 看看场上的选将啊 按我之前讲过来说的分析 这个应该是个反雷 这个应该是个反雷 其他的不好说 咱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是终神 这俩是终神 就是坑爹的 主攻上来扔个藤甲 没什么问题 这个刘备上来激将啊 这个我这个下来激将问题 我也不多谈了 这个月英上来跳法 杀了主攻一刀 然后月主攻乐 然后又去连这个左慈和刘备 其实我个人觉得 应该连双雄吧 双雄在刘备局还是偏重一点 只能说偏重一点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双雄上来没有判定 大家看一下双雄这个操作啊 他首先这个忠神啊 他肯定要想发解这个乐 然后他去火攻主攻 就是就是就是试一下外面 有没有读题 试一下有没有读条 你看就是明显有无限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火攻的意义 就显着一会儿已经有过拆吧 你肯定是要去拆乐的 一会儿你去拆乐的时候 如果咱们做个假设 如果这个无限在反贼的手里的话 他看你跳反 你去拆 他肯定就不会无限你 所以说这个乐是肯定能拆的 如果这个无限是在忠神的手里 然后忠神这个无限 肯定是要留着去给主攻解乐的 同样不会去无限 然后普通过拆去拆一张手牌 对吧 这怎么可能无限 所以说你这张火攻 你不要去打反贼 打反贼这个乐 你有可能就拆不掉了 就这么一下火攻 你就可以保证这个乐是稳稳的拆掉 然后你这个时候拆 无论中反都不会去 我无限 所以说你就稳稳的 把这个乐给拆掉了 然后身份也跳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国家果然是个反贼 如果咱们看看那张无限的鸡 到底在谁时候里 他去顺了一下假许 他为什么不顺双雄 我也没想明白 双雄都已经跳中了 这个假许 这也没拆谁 也没动谁 还姑且标个内吧 这个佐茨是个反贼 他去杀这个邓爱非常不对 这邓爱最像反贼 哪怕连泰茨都可以 泰茨原来比邓爱要像忠臣 现在把三个反贼跳出来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邓爱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奸 不是内奸选 没有任何问题 忠臣不要选 这个是个忠臣 泰茨是忠臣 我这两个忠臣选出来 那就在刘备云的相当暴力 刘备不就缺的是DPS吗 这么两个强大的DPS 咱们看一下这两个哪个是内奸 这个邓爱果然是反贼 这个这个假许果然是内奸 上来没有过 他也就是低调过 就怕别人激活了 看一下刘备 这时候就可以放心的给双熊排了 双熊已经给泰茨子 因为上上反贼都跳齐了 然后这个明显跳了一个内 刚才那个 刚才刚才是 刚才刚才中间过程中 也看到这个无险可疑 是最开始那会儿 那个无险可疑应该是阻词的 要不然你那个乐就拆不掉了 这个就是进入这个双熊节奏 咱们就看这些话 我也就不用多讲了 就是开始决斗呗 现在这个威胁最大的作词 剩下的几个都比较天白板 看看能不能带走作词啊 这有张顺 可以顺他一下 继续搞这个好搞的 对你这个不要闪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出过杀呢 你可以久杀了 然后又可以收一个反贼人头 这排序非常正确啊 你让乐也不要去贴了 就是要现在就是要收人头的 你看这忠诚选将 选择就非常给力 对吧 你忠诚现在不要选这种坑街选将 然后这就可以过了 留个桃保一下主攻 由于这个是内奸吧 所以也并不太怕完杀 应该去 这个内奸应该去搞搞忠诚 你看哎 这个国家就想明白 人家内奸这是让你赶紧给牌防止的这个都该死 哎你选国家这种人啊 哎我都不说了 反正让人人家内奸 内奸控场 然后他直接反杀回去 这就不多说了 反正选国家的嘛 对吧 就是生怕自己掉血 可以继续判了 这运气非常不错啊 这应该是可以带邓爱飞了 上来贾许就票了名的 也是过拆谁也没有去拆 这个贾许肯定也被带走了 这爬主要就说明一下上来那个火工的妙用啊 这个后面不看了 这个就围观一个国家 你觉得有什么好看 哎呀我这个 再来一盘 这盘是一个 这盘是网友给我的 这盘是网友给我的 这个装身份试试非常好啊 他这个曹操主这三种选量的话 你这张生娃肯定不要选啊 你张生娃就明反啊 你这主攻卖血的 你这对吧 这张角不要选 曹操局就很有可能AOE乱飞的 这姜威是最好的选择 选姜威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看一下场上的选项 其实曹操局鲁肃还是天反一点啊 就毕竟曹操系来游异什么可以换 其他的都不好说 这个这个进准 这个夏侯敦其实向中内多一点 因为曹操啊 他一般吸一手杀也不怕 不太怕你刚烈 尤其你还二号位 转一圈以后 曹操吸一手杀 杀你 你也不怕刚烈 还是向中多一点 基本上这么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其他这些什么声音都还可以 这个小敦直接强势跳钟 杀了一下这个佐词 看佐词是什么阵子 佐词借刀去杀鲁肃 那肯定也是个跳钟的呗 现在场上就 就非常清楚了 首先感谢下这位玩家 忘了说他爱丽了 这个天王Michael 四五区的玩家 然后这个 这个三个中神已经齐了 这后面全都是反对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 他去拆鲁肃 直接就打无限 这个就是已经跳法 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跳法了 这时候啊 你千万不要再去顺 这后面人了 你看他去顺谁 他去顺这个佐词 非常非常正确 这个时候就是 就很容易就让后面反雷乌龙 你看啊 就是分析一下形式 这个 这个月鹰肯定会去跳反的吧 然后这个 貂蝉他看到过龙去跳反了 他就感觉这四反一袭了 他就会搞鲁肃 基本这么节奏 其实 他这个玩的吧 就是可能在那个 就是一般路人局 就是你顺一下 然后路人吧 他一般一看 你一顺 顺着顺一张 插一张五万几要牌 他就觉得是给你一伙 但是你要真来 就是高手局 这个最好还是去杀一刀 你杀一刀曹涛也行 或者杀一刀佐资也行 你去杀一刀 这样就装的更像 你你这样 就是光顺一下 就是如果后面有高手的话 还是能看出来的 然后这个后面就不负重望 然后就月鹰跳法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么节奏了 就杀这个夏无盾 这这这原因啊 这这这这这个原因吧 这个刚才不知道他贴锁 他应该是贴锁是谁给连的 我也没注意啊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个调查啊 就去搞这个卢素了 就开始搞这个卢素了 就直接在这个卢素飞了 你就托管看戏就行了 这调查就属于 特别不会玩那种类型的 如果他就要装的高端啊 就果断去杀一刀 后面带来收益就觉得特别大 你看 结果这个卢龙啊 就造成反贼完全内讧 这卢龙 他因为就根本就没表身份 然后把一个反贼给打死 卢龙就完全认为 掉他失踪了 整个就反贼就崩盘了 就就一片内讧啊 这个基本就没没什么悬念 你直接就是就把反贼给打崩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 而且你 姜薇这个时候也并不是很嘲讽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身份跳过来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谁是那个 你看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身份跳过来了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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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龙连八卦的武汉 就直接让姜薇收了 哎 真不想多说什么了 直接就给搞崩了 这月鹰 月鹰这种玩家一般也比较无脑啊 大家看 特别搞 都听我连着九雷杀 我这不知道 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这太搞笑了 哎 一张顺手引发的残 当然如果要 后面 还是我说的 你高端一下 最好再去杀一刀 就比较像了 后面 就是后面再出现乌龙 就是理所应当的事 哎 这这个 这个就没什么悬念了 这直接就把谁打崩了 看看谁是内吧 其实谁是内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重要了 这时候内跳不跳也没什么意义了 看看 看看左磁是内还是夏侯敦是内就可以结束了 这左磁直接偷主了 那就肯定是跳内了 不看了 后面 后面 这月鹰马上就跪了 直接一刀一个南蛮 A出去就结束了 我这一路视频里有点卡 再看一盘吧 再看一盘袁绍主攻的吧 反正今天讲的袁绍的吧 突然这么卡 就看一盘袁绍的吧 咱们看一下袁绍 然后顺便分析一下 袁绍局到底选将合适不合适 你看袁绍主攻啊 然后看场上这些选将 就从我刚才来分析的话 你选甲许也可以 选貂蟬也可以 貂蟬是群势力 甲许也是群势力 你能终什么 然后能给主攻上线 加二 然后这个还能 还能做DPS秒人都可以啊 张辽不大好 张辽你这个 这个二号位有点像反决啊 其他这几个都不用 不用去选了 看他选什么吧 他选甲许非常不错啊 配合主攻秒人 主攻射完了 他就可以DPS秒人 你看场上这些选将啊 就是这个就是可中可反 都是上加选的 这个就是反决也不用想 这个不好说偏中 这个二张选的 就非常不合适啊 没什么用 然后孙间 孙间 也是可中可反 小乔也是可中可反 咱们就看节奏啊 这司马依啊 不是反贼的 都是来搞笑 小乔直接跳法 你这时候就果断打不起啊 你你你就是 跳明自己身份 然后主攻就不会无伤 你 自马依果断跳反 没有任何问题 看曹丕了 曹丕上来 曹丕应该是个偏中的行为啊 上来翻了一下主攻 也不好说 因为这个一血一排 现在还不好说 咱们再看看后面 他现在小乔 小乔其实还是做忠诚给力啊 袁绍宇做反贼的话 真心也罢他太给力 手牌还是不够用 毕竟 虽然他天香是能 所以说还是我说 这尽量啊 就还是选反贼 还是选四血 除非你那种三血 就是像司马依 夏侯敦这种 把证这种 能坑主的 对吧 看能不能射死司马依 没射死 看曹丕翻谁了 就能知道他身份了 还翻主 那肯定是忠诚了 这二张 二张这选将 其实我觉得 哎 反正不大好啊 中反都是不大好的 这种可以低调过了 可以杀一刀徐数 反正徐数还中反都可以 你杀一刀也无关大雅 不杀也行 不杀你 就是表格内也可以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装小装下内 省得被嫉活也没有问题 看徐数了 徐数是忠诚 那就 就已经听了 这些都是反贼 这个其实就非常好打了 有徐数包养 然后还有曹丕 当然徐数和曹丕 谁是内不好说 不过我觉得还是曹丕 向内一点 这司马仪啊 你由于有二张吗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牌装备弃了 都没有问题 靠神乐 顺利了司马仪 不知道司马仪有 有没有红桃 没有红桃就碰叠了 司马仪 司马仪 刚才有腾甲 为什么没有装 这腾甲一挂 这袁绍鱼 腾甲就是神器啊 这司马仪 连个红桃也没有 这是悲剧的 你连改判都改不了 这 看看他扔 扔了不少装备了 看看新肩吧 新肩还挺好的 我感觉在袁绍局做中作反都还挺好的 看他这腾甲是很腾对的 就是 当人质 那那个曹毕当人质 在这个时候赶紧拆手牌 赶紧限制袁绍的手牌 杀一刀主 这个还犹豫什么 这么慢 这轮可以射了 不知道有桃吗 曹毕应该手里 曹毕应该是手里是张闪 因为之前他扔了一张闪 之前就是 穿上成家以后扔的是闪 手里不是闪 就是9 肯定是能挡住一轮的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啊 看他谈谁吧 谁也没谈 这个不好说 这曹毕手里肯定是能挡住一轮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 斯马仪也没什么反馈的 其实不用救 曹毕手里应该是可以有牌 能挡住一轮的 谁也没有翻啊 这个应该是个内奸 小桥啊 你看他排谁也不合适 你就 你也不敢排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跑 所以说小桥还是做终身给的 这就直接看贾许的了 这贾许就带拳上飞的节奏了 这曹毕手里竟然留了一张杀 没有留傻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直接带全场飞的节奏了 你看就是你忠诚 这种DTS 然后配合主攻 这个乱击 就是能形成很好的效果 比较过瘾啊 直接就带全场飞了 你看徐数在袁绍级就是神将吧 就是无论你中反都会非常安逸 所以说呢 选武将一定要选最合适的 不要选最强的 或者是最爱玩的 如果你想赢的话 还是这句话 今天的视频 就录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